小溪 你的试卷被我扔了 啊 雅兰 你的试卷被我捐了 啊 为什么呀 啊 听我试卷干嘛呀 这老师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老师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以后都不用来上课了 为什么 啊 怎么办你去解散了呀 我的信息怎么发不出去呀 怎么被踢出去聊了呀 哎 不用上课了 好哎 真奇怪 算了 不让上课就不上吧 我睡一会儿觉 为什么不让上学呀 这老师怎么回事 不要上拉倒 刚好我有电视家没看完呢 去看 都给我抽 我今天肯定要打到网址 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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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摇 踢我头上啊摇 这种男主义太可怜了吧 这种男主义太可怜了吧 怎么会死了呢 这都放学好久了 这学校怎么还不开门啊 是啊 等着接学生回家呢 这是不是老师又在脱堂呀 通知 通知 今天学校不上课 学生们都已经回家了 啊 没上课呀 那我们也回家吧 走走 小夕 快醒醒 怎么在家睡觉呢 怎么了呀爸 你怎么没去上学呀 是我们老师说的 今天不去上课了 以后也不让上去了 班级全都给我们解散了 什么 岂有此理 我去找你老师 这里应该是如梦老师的家吧 应该是 哎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啊 哎 小夕爸爸 土豆说她老师不让上课 我来看怎么回事 哦 你们也是因为这样 这里呀就是如梦老师家 我们把它喊出来 好 如梦老师 如梦老师 快点快 电量低 请充电 电量低 请充电 电量低 请充电 啊 电量低 请充电 他说的什么意思呀 不知道呀 没听懂 电量低 请充电 电量低 请充电 电量低 请充电 哎 你别走啊 哎 你们在我家门口干嘛 你谁呀 我是如梦老师啊 那为面那位是谁呀 哦 那个呀 是如梦一号 我的机器人 嗯 机器人 那你把班级群解散 什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知道学生们 上课了 啊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你自己看看你的手机 手机 班级群都解散了 对呀 你说怎么办吧 学生们呀今天都没上课 请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嗯 我今天有事出去了 肯定是我的机器人搞的鬼 哦 原来是刚才那个机器人啊 我说今天你的状态 怎么那么不正常啊 又不是说没电啊 要充电 没电要充电 我知道了 等一下给他充上电就没事了 我现在就去充啊 1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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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个人